墙里墙外 金句妙评 五味开挂 细品人生 我是李正 海外独间对口时政现场频道老北京茶馆 又跟您见面了 But 今天是单口 有突发情况 华尔街日报寄出长篇重磅调查文章 驾驶特斯拉的一个错误动作 一通恐慌的最后电话 赵安吉之死 亿万富翁航运大亨生命最后几个小时 在一个偏远德州牧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消息来的事发突然 哥俩做了一分工 我捋着调查报告 跟大家复盘赵安吉离世的真相 刘卓专注完成周末大笑新闻 明天就给您轻轻演绎他的单口相声 今天这集特别节目讲述的是一个让人无畏杂陈的真实事件 李正得出的结论 可能和很多读完这份报告的人 得出的结论都不一样 我的结论 我先说 是 赵安吉之死 习近平 涉案 欲知元伟 罗生之后 开讲 话说 西元2024年2月9号星期五 这天是中国龙年的初夕 在美国德州兰科县 约翰逊市 有一位华人在准备过年 这人不住城里 住哪呢 从小城中心出去不远 是和缓起伏 一望无银的乡村牧场 全是带漂亮豪宅的大牧场 有门禁的 无关的人进不去 此刻 一座乡村豪宅里边 女主人 50岁的华裔女富豪 赵安吉 正在准备一个特别的新年聚会 赵安吉是全球航运家族企业 福茂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他和三岁的儿子詹姆斯 以及亿万富翁 风险投资家丈夫布雷耶 一块生活 不过今年 赵安吉的丈夫布雷耶 正在阿联酋 迪拜开会 家里边只有自己和三岁的儿子 赵安吉不想过年太冷清 他盛情邀请了 在哈佛商学院念书时候的七位闺蜜 请他们在2月9号 也就是周末假期 到他的牧场来团聚 话说赵安吉和丈夫的牧场 太漂亮了 光接待客人 就有一小型度假村 12个马厩 游泳池 推杆球场 篮球场 10个卧室的客栈 而且 还有大石头铺就的露台 遍览乡村美景 尤其到了黄昏时分 小池塘 波光淋漓 别提多浪漫了 赵安吉就选择在这接待闺蜜 这七位闺蜜 全是周五晚上飞过来的 第二天周六 也就是大年初一 在赵安吉的安排下 在900英亩 舒展的牧场上 各种溜达 就漫步啊 那就一惬意 赵安吉向闺蜜们 一通展示地形 小池 那有池塘 这是河 还有两座大坝 我们这还有各种野生动物 包括火鸡 轴鹿 梅花鹿 这七位闺蜜乐的 表示 非常喜欢老赵家的自然风光 跟我们住的纽约完全不一样 那是太烂了 当天傍晚 已经是亚洲的2月11号 这期间 赵安吉接到一条来自台湾的短信 那是他的另一位闺蜜 不久前在台湾大选里边 展露头角的 中华民国副总统候选人 吴新颖来的 吴新颖就说 按着了 下礼拜是我宝宝抓周的仪式 你安排一下 一定来台北 参加我们聚会呀 赵安吉一笑 敲击手机键盘 一定赴约 下周台北见 跟哈佛闺蜜 聚会这晚上 太热闹了 赵安吉呢 点了烧烤外卖的晚餐 大家伙 团团围坐 一边叙旧 一边吃吃喝喝 说说笑笑 赵安吉呢 兴之所至 频频举杯 没少喝 大约晚上11点30分 赵安吉呀 想跟闺蜜们告别 回自己房子去 在那儿啊 他跟布雷耶那唯一的儿子 三岁那位 已经在保姆的照顾下睡熟了 赵安吉琢磨 儿子明天早上起来 他肯定希望看着妈妈在身边啊 哎 人这是母爱 奥斯汀的大年初一晚上啊 没月亮 特黑 又黑又冷 赵安吉呀决定 算了 我走回去太冷了 我还是开我那特斯拉 Model X吧 又SUV呀 开车回家 天是黑点 不过这道我熟 从客栈到我那主人房 也就四分钟 赵安吉是万万没想到 悲剧 正在降临 赵安吉告别闺蜜 打开车门 坐进他心爱的Model X 这款漂亮特斯拉呀 像翅膀一样打开的双飞燕后门 有流线型的车顶轮廓 而且 大面积钢化玻璃 车顶一体化天窗 还有 猎豹鼻子形状的车头 别提多漂亮了 这闺蜜们送出赵安吉了呀 回去意犹未尽 接着聊 几分钟以后 一位闺蜜电话令啊 想起来了 赵安吉打过来的 一接电话 赵安吉在电话里呀 惊慌失措 几乎喊叫说 我落水了 救救我 我踩错油门了 我的车沉在池塘里 你们快来救我 当时闺蜜们全傻了 乱作一团 缓过神来 基本弄明白了 怎么回事 这赵安吉呀 是从客房里出去的时候 准备三点掉头 离开那时候啊 误把特斯拉那状态篮 从前进 切换成倒车来 又一次犯了 以前犯过的错误 特斯拉在一脚油门之下 猛烈向后冲撞 翻过围栏 吊进池塘 迅速下沉 华尔街日报后来说 这要是老式汽车呀 司机落水 可以摇下车窗逃走 这电动车呀 很难实现这点 除非在入水后 几秒钟之内 立马按下车窗那控制按钮 否则是一旦断电 什么都没法做了 车门打不开 朋友们醒过味儿了 立马拨打911 之后赵安吉的闺蜜们集体冲出客房 一位闺蜜呀 胆大 直接跳池塘里去了 想救赵安吉 物业的牧场经理 还有他太太全出来了 接到911报警 消防队人员紧急出动 布兰科县紧急赴医区 急救中心负责人呢 奥克利 他说 凌晨刚过 我们就接报警了 24分钟赶到 集团员一看 汽车已经完全淹没 池塘里边有四五米深 有人站在车顶上 希望从上边救赵安吉 无济于事谁也打不开 救援队在现场一通忙活 设置照明 沿水边搜救 后来发现 不行 需要潜水队 当地没有 紧急向周边县市开始求救 等着更多救援人员到达现场 潜水队来了 用了很多办法 不成功 他们想用工具 打破钢化玻璃 还是夹层玻璃的 太结实打不开 救援工具在水底下 那就是个废 华尔街日报就说 当赵安吉的车沉入水下 他在世界上拥有的所有权利和地位 都变得一文不值 事实证明 名誉地位真是身外之物 因为 参与救援的人完全不知道赵安吉是谁 这亿万身家 在生死面前 一丁点意义都没有 救援人员唯一知道的是 这天呢 天太黑 水是又黑又冷 他们不敢断定 站车顶的时候 脚底那个到底是不是赵安吉那车 连这都不知道 拖车到达现场以后 电缆不够长 好家伙 又开始找电缆 花了好长时间找着更长电缆 总之吧 各种困难纠结之后 这汽车呀 终于 从浑浊那黑水里边给拽出来了 从赵安吉落水到车子被拖上岸 至少经过了俩多钟头 这期间呢 所有在场人使劲浑身解数 也只能跟着遗憾 《华尔街日报》就感叹 哎 真是不可思议 一个以海上生意为生的高管 大boss 在他们家门口小池塘 眼睁睁 逆水而亡 这跟谁说理去 特斯拉车门被打开以后 好几百加仑的水 清洗而出 医护人员终于从车里边拖出了 已经没有任何反应的赵安吉 救护人员做了43分钟急救 结果证明彻底晚了 地球的另一边正是周日的上午 赵安吉的丈夫布雷耶呀 正在迪拜去开会的路上呢 电话铃一响 对方就说 我是赵安吉的朋友 我要告诉您 刚刚发生了一事故 您的妻子 赵安吉 可能回不来了 布雷耶在电话里听到了医护 救护设备的嗡声 朋友告诉布雷耶 救援人员 医护人员 消防员 全在这努力救活赵安吉呢 随后电话那边有工作人员 要求跟布雷耶说话 您跟死者什么关系啊 布雷耶就回答 我是他丈夫 布兰科县紧急服务负责人 奥克利 就说了 赵安吉现场被宣布死亡 没往医院送 用不着了 家属不同意尸检 太惨 救援车辆 随后在到达两个多钟头之后 也走了 遇难的汽车被拖到了执法部门 不久又被送回了农场 尽管赵安吉的亲姐姐 是美国川普政府的交通部长赵小兰 但是 赵安吉离世的消息 并没有引起美国主流社会太多的关注 一些主流媒体报道也是很简短 语焉不详 然而 就在赵安吉离世第3天 2月13号 中国大陆财新网发表 华裔女船王赵安吉因车祸离世的 复文 消息写出了令人震惊的细节 这么说的 车祸发生在2月10号 当时 他正在前往德克萨斯奥斯汀 举办的一个商务会议路上 据当地警方报告 事发时 赵安吉所乘坐的车辆 被一辆超速闯红灯的卡车 碰撞 赵安吉当场被宣布死亡 随后 卡车司机被逮捕 并被控酒后驾车 和过失杀人罪 您要知道 财新是中国大陆第1家 全平台收费的阅读媒体 号称主打 专业主义 问题来了 无论从警方的声明 还是赵安吉作为中美财经人物的知名度来说 财新这假新闻 都太让人尴尬了 很多人在问 财新网为什么违反职业常识 率先散布这假消息 而且 被证明了不时之后 怎么不下架呀 难道赵安吉之死 跟那边有什么联系 2月14号 赵安吉在台湾的闺蜜 民众党 民众党的 副总统候选人 吴欣盈 在脸书上发文 得知好友赵安吉意外离世 非常震惊 非常难过 人生无常 莫若如此 这期间 《华尔街日报》联系赵安吉丈夫 布雷耶那头回应 我们很伤心 2月16号 布兰科县警长办公室声明 我们的初步调查确定 这是一起 不幸的事故 同一天 美国CNBC 财经电视台 采访到现场急救的 急救中心的负责人 奥克利 奥克利就说 没有迹象表明 这辆车呀 是怎么进池塘的 这事麻烦了 2月22号 美国著名投资家 凯尔巴斯 发推文 从监控的视频 能看出 赵安吉特斯拉 猛然越过障碍物 倒进池塘 而且 他还说了一怀疑 他认为特斯拉电子系统有猫腻 2月28号 赵安吉的姐夫 麦康奈尔宣布 他将于今年11月 辞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职务 他说 对我的家人来说 这是一段特别特别艰难的时刻 就在几周前 我们不幸失去了 我夫人赵小兰的妹妹安着了 也许这是上帝 在用自己的方式提醒我们 在人生旅途中 要重新考虑 我们都将不可避免的 留下的 对世界的影响 2月29号 CNBC引述布兰科县警长办公室 在致德州总检察长的信上说 这不是一起典型的事故 在掌握足够证据和排除犯罪活动之前 本警长办公室仍将这起事故作为刑事案件调查 随后 新闻周刊 福克斯商业 还有纽约邮报 都跟进报道 3月5号 布兰科县安全官办公室副警长 伍德林 在一份声明中说 CNBC的报道 是媒体对布兰科县 向德州总检察长 送那封信内容 一种误解 误读 我们的初步调查 确认 这就是一个不幸的事故 3月8号 《华尔街日报》 《每日电讯报》 《纽约邮报》 还有《商业内部》等美国媒体 陆续曝出 赵安吉驾驶特斯拉物操作 倒车沉堂的 消息细节 对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很多人提出了各种质疑 比如说 特斯拉老板马斯科 在2016年6月19号发过推 说 我们绝对不建议这样做 怎么做 这Model S 漂浮能力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把这辆车变成一艘船 通过车轮的旋转 产生推力 网友就问 尽管Model X 不是S 但是 总不会越发展 安全性能越差吧 这车是怎么突然就掉进去的 事实上 《华尔街日报》说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说 赵安吉家没人责怪特斯拉 布雷耶和妻子拥有三辆特斯拉 而且非常喜欢 经常谈论电动车呀 怎么能对地球有好处 布雷耶还认为自己是马斯克的朋友 似乎特斯拉没什么问题 从《华尔街日报》给出的地图 还有描述整个倒车撞墙过程的地图展示这种可能来看 赵安吉应该就是在走出客房 上车准备离开之际 三点掉头 误操作 点了倒车键 才猛然倒车翻入池塘的 那 赵安吉到底是自己误操作 点了倒车呀 还是 被被误点了倒车呀 另有原因 为什么最早坚持爆出 赵安吉出事的车就是特斯拉的著名投资人凯尔巴斯 他坚持怀疑 车的电子系统 被黑客 给 做手脚了 另外 他离开客房以后 按理说立即开车离开 也就是说 告别了闺蜜走出客房 几乎是同时 发生了倒车入池塘事故 这一点从警方说监控有录像也可以证明 有房子地方有录像 荒郊野外 没法给你远距离投射 那问题来了 赵安吉的闺蜜 是在他离开几分钟之后 才接到的求救电话 这几分钟 他都应该到家了 那 这几分钟时间 赵安吉干嘛呢 他在哪啊 难道他一直 在自我救助 救了几分钟 而不是直接求救别人 这个倒车入池的事故 实在太让人匪夷所思 李正注意到 《华尔街日报》报道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疫情期间 赵安吉和布雷耶 做出了一些重大的生活改变 将他的主要住所 从曼哈顿和湾区 搬到了德克萨斯州 阳光明媚的城市 购买了市中心的意大利豪宅 还有西边不到一小时车程的 广阔牧场 您听清楚了吗 疫情期间 赵安吉和布雷耶 做出了一些重大的生活改变 疫情 改变 地球人都知道 中共掩盖和放任中共病毒到全世界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命运 自然波及到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 这其中就有赵安吉 如果没有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这三年疫情大流行 赵安吉也许不会想到搬家 后边这些故事 一概 不会发生 关于赵安吉父亲赵西成有这么一段描述 我的女儿赵安吉 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 高瞻远瞩的领导者 从很小时候起 就表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早熟素惠 强烈的求知欲 孝顺 体贴 善良 永远积极昂扬 独具慧眼 聪明过人妙语莲珠 为身边人带来无穷的欢笑 与快乐 如此方方面面优秀的一位女儿 父亲培养她呀 咱一想就知道 一定花了不少心血 可但是 但可是 这位成功的父亲 唯独 没在让他远离中共这大问题上 告诫和保护好 自己的女儿 相反 他给女儿提供了太多机会 跟中共接触 合作 而其后果 保党成瘾的習近平 用三年坑害世界的 大瘟疫实际行动 回答了 赵安吉全家 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 这是 危言耸听吗 行 结束之前跟茶友们推荐两个非常好的自媒体频道 首先哥俩的好朋友 大宇的频道 有的茶友可能知道 大宇的新闻派案惊奇 积累了68万订阅 在香港反送中 三年疫情 美国大选的过程中 都有惊艳的流量表现 不过从2021年1月 被关闭盈利以来 三年了 屡次申诉无果 为了长期运营 大宇决定搬到全新的频道 大宇派案惊奇 等于从头开始 咱相信有大宇和团队的努力 有大家的支持 新频道一定会再创佳季 另外一个 是自媒体人恒和先生的频道 恒和先生学养很深 对中国问题有长达数十年的观察研究 很多事情 都有深刻的洞见和独特的视角分析 恒和先生频道 也是苦于被油管 取消盈利功能 完全单向投入做节目 没有收入来源 所以也是忍痛 放弃了旧频道 搬入新频道 两位自媒体人 都是多年来向中国大陆 传递真相 为中国劳苦大众发声 为香港台湾 守护自由民主 做出个长期努力的人 所以 非常希望茶友们 能够捧场订阅 也欢迎大家 把这两个频道 分享给更多的有缘人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余香 赶紧订阅 大宇和恒河的新频道 题目下方 文字栏 置顶留言 社区都有链接 下次节目 再会